大家好 今天要来吃一只懒 我买的欢牛蛋糕也到了 但是我怕玉米坏掉就先来吃这个吧 我的大勺子买了好久都没有用 太沉了 第一口下去 感觉好浓的奶香味 是这个玉米的 哇 我不确定是这个玉米还是奶酱呢 这个玉米坏 就奶酱感觉一点都不腻 比羊鸡的甜度低好多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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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上面的海达肉松挺好吃的 还是脆脆的 切成冰箱 脆脆的 脆脆的 再来吃这个爆姜糊皮卷 这种又腻又好吃的东西真的太折磨了 这个姜 我吃了 吃这个 我吃了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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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叫酱真的不是特别腻 它是蝦的 它是比较好 它是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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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中间肉松不是很多 我吃到这边居然一点都不腻 太意外了 完了我怎么给吃完了 本来想先 怎么两个都被我吃完了 天啊刚才没露上 这个芋泥蛮扎实的 抹茶不是特别甜 很清新的口感 这还挺好吃的没想到 你会不会喜欢我写的每一首课 还有我 太漂亮了 心长的 这个还挺扎实的 再吃一下这个香葱麻薯卷 这款我看好多人都说又咸又腻 但是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买 然后我就还是买了 为什么我吃着觉得不咸 是改良了还是我口味太重了 我看好多人买 不怎么咸 但是油真的是挺油的 超级油 再吃这个紫米 紫米麻薯的 它这个麻薯是偏比较有黏的 明星的那种 我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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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长的 你何时来找我 你是长发 爱是短发 你会不会喜欢我写的每一首歌 以前我挺喜欢吃羊鸡的酱了 然后现在觉得它有点太甜了 虽然说奶味很足 今天吃这个我感觉我更喜欢他家的酱 它里面紫米也挺好吃的 有点太甜 很美味 是我的战斗力变强 我感觉我还能吃一点 虽然是挺饱了 这个真的好油 我觉得这些东西里面 最腻的应该是这个了 因为它太油了 但咸好像我觉得没有太咸 我觉得它家的麻薯 跟千里酥的麻薯比较像 阳气的麻薯会更加有弹性点 它不错 再加第二种不处 冰冰这些人 也叫做地方 这样吃了 我做的 这款真的也挺好吃的 大家如果不怎么喜欢吃酱的可以试一下这款 现在吃的居然还蛮节腻的 我感觉这个的虎皮 要比爆姜虎皮的蛋香味浓一点 好了这两个感觉吃不下了实在太腻了 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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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